花蓮美轮晋星会盛大举办风年节活动 邀请到原住民弟兄姐妹欢庆风年 县长徐正贵在原民处长陈建春的陪同之下出席 感谢乡亲为花蓮这片土地努力与付出 花蓮美轮晋星会盛大举办风年节活动 邀请原住民弟兄朋友们欢庆年风 县长徐正贵首先以熟练的主意向大家来致意 他表示每天都充满的感谢 拥有干净的阳光空气水 这些都是得来不易 这些公司直接盐管方便大家水龙头一开就能够使用 而上边部落军们所使用的检疫自带水 在天灾发生之后辛苦的巡水源 要到水源头去检查 管全的状况所以很多方便都让他有宗的感谢 但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岁末年中的风年节 我想刚才呼应一下刚才罗爸讲的 每一天都充满的感谢 每一天日出日入 每一天都用心努力的这个过日子 我想充满的感谢 无论是我们垂首可来的 无论是干净的阳光空气水 我相信都是得来不易 都是得来不易 无论是水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自来水公司去接管盐管 才能方便我们水龙头一开就有 在山边部落的居民 我们更有检疫之来水 有辛苦的巡水人 到这个山区去看 每一次在风灾雨灾之后 要到水源头去看 那个这个水管有没有破 或者被山珠给踢坏了 都还要去修复 所以有很多的方便 我们都要由衷由衷的感谢 那在这里 真卫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大家 一起为花莲这个江南美帝 共同每一天 让他一天比一天好 而我们的生活 也因着这个上帝的祝福 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敬期在我的过日子 所以每一天我们一睁开眼睛 哇 我还在呼吸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不弄讲了 米红米山 无尼囊的时候 我想就是一个感谢 就是一个感谢 所以在这里 真卫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我想花莲的美好 一切荣耀归于主 感谢大家 其实表示 感谢大家一起为花莲这片土地来努力 生活上因为上帝的祝福 给予最大的力量 让大家呼吸的时候 能够心怀感恩 就像国家主的感谢 让大家将花莲的美好 还有一切荣耀归功女主 国家当中也看见弟兄姐妹们身上出席 身穿着原住民传统胡适 展现对主的感恩 以及文化的传承 今天许真伟也提着新年代 表达对主人们的致意 现场中的不只其心 敬拜赞美 精彩的表演节目 大地游戏 让大小朋友们玩的娱乐服务 记得终于接下来不到